在加拿大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一九九六年 一共有高达十五万名北美洲原住民族的儿童 在完全没有经过家长同意的情况之下 就遭到加拿大政府强迫送进了寄宿学校 接受的是白人的教育 还有白人的文化跟信仰 由于童年时期就被迫跟家人分离 再加上校方又强迫灌输所欲白人所有的一切的价值观 而且还陆陆续续传出有原住民族学生 在寄宿学校被殴打被性侵 对很多北美洲原住民族人来说 这是难以抚平的伤痛 二零零八年加拿大政府为此向原住民族道歉 而且同意向多间寄宿学校的校友提供赔偿 不过就有一间寄宿小学 却没有被列入赔偿名单当中 这所寄宿小学的校友现在采取法律行动 要政府面对错误 这里是加拿大Saskatchewan省的 第一民族地区 画面中十一间曾经遭遇火灾的学校校舍 二零一二年这里一场大火 把整间学校几乎全部烧毁 不过有曾经在这里上学的校友 对校舍类的布局都挤得一清而楚 过去加拿大强迫大批第一民族儿童 离开自己的家庭 进入寄宿学校接受白人教育 在一九四零年代 加拿大自从一八七零年代开始 将大批北美洲原住民族儿童 强迫送进寄宿学校 由于在学校里只准说英语 并且完全接受白人文化的教育 对不少北美洲原住民族人来说 是一段创伤的经验 在二零零八年加拿大政府 针对这项政策 向当年的受害人和家属道歉 随后更定立一项 所谓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协定 同意向多所寄宿学校的校友提供赔偿 不过跨面中的这一所Timber Bay小学 却没有被列入赔偿名单上 于是Ad Beatty和其他校友 在Nick La Roche第一民族地区的支持下 在五年前采取法律行动 要求政府就当年的 强迫同跨政策做出赔偿 这一宗官司已经在Saskatchewan省的 黄座法庭 相当于台湾的最高法院 完成辩论过程 目前Ad Beatty和其他校友 正在等候法院做出裁决 Ad Beatty还留着当年在学校附近拍摄的照片 Ad Beatty表示由于自己出身于困苦家庭 所以寄书生活并不算是太痛苦 但他还记得对于出身良好家庭背景的克利族同学来说 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在多伦多市这一个心理辅导机构 这专门针对曾经被送进寄书学校的北美洲原著民族族人 提供创商号辅导服务 对画面中这些参与互助协谈的成员来说 尽管寄书生活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 但由于同年时期被迫与家人分离 再加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 直到现在 他们依然需要持续接受心理治疗 记者出的真编译